Lio王 你充满态度的方式 收取奖杯获奖喜悦藏不住 2019年金曲歌王Lio王是血友病病友之一 血友病是一种宁血障碍疾病 只要妥善治疗 完全可以持续一般正常生活 像他一样站上舞台发光发热 血友病最常见分两种 A型血友病缺乏第八凝血因子 B型血友病则是缺乏第九凝血因子 透过注射凝血制剂 病患可以维持体内凝血因子浓度在正常值 大幅减少聚常活动 导致血流不止大量出血的风险 有些病友已经开始在工作或是在求血 他有很多接触运动的部分 但容易关节还是容易受损 所以当他有关节受损的时候来这里就医 我们有很好的超音波的设备 经过一个专门人员的超音波的检查 到底是不是出血或是只是一个酸痛 这个是有很好的一个医疗上的一个帮忙 若是发生出血 医师建议在两小时内治疗 否则严重的话会对往后造成关节变形等不可逆的影响 比起这样需求性的治疗 医师更鼓励预防性治疗 还没有在出血的状况下 我们就给予足够的因子浓度的保护 所以他可以有接近正常人的因子浓度 可以当他在日常生活或是运动的时候 所必须要的凝固因子的补充 早期许多病友因血友病治疗 而感染BC型肝炎或造成心血管疾病 高雄医学大学附设中和纪念医院 30年前就成立了特殊血疫病防治中心 103年更增加血友病教育训练中心 整合多科及专门各管师 提供一站式治疗 加上近来宁血治疾也有了长效型等更多选项 行动不便的病友也能减少道院奔波 接受更全面的整合性治疗 病友以前都是要两天就要打一次药 才能够适当的保护关节 现在他可以三天四天五天再打一次 这是因为有更好的长效的药物的出现 在整合治疗里面 我们会包括相当多的可别 包括除了血液科的医师来帮忙他血液凝固方面的药物的准备 跟剂量的安排 还有施打的频率 我们有肝脏科的医师 我们有骨科的医师 有腹健科的医师 还有精神科的医师 医师表示南部偏远乡区的病友高医也有配合地区医院及诊所 提供适当的医疗协助 维护好的生活品质是血友病治疗的终极目标 定期接受规律的预防性治疗 几乎不太会有关节受损的问题 生活也能与一般人无异 记者全部生高雄采访报道